你知道在台南這邊的早餐 基本上跟很多的縣市比起來 它是很熱鬧的 所以這叫菜這個熱鬧 老闆 早 早 我請教一下 妳這邊最有名的是魚皮湯對不對 對 這邊最有名的是魚皮湯 好 那一般 差不多妳們幾點開始營業 我們早上四點就有了 清晨四點 早上四點喔 對 那我先點魚皮湯 還有什麼妳可以推薦給我 我最推薦的 還有肉汁魚場跟肉燥飯 肉汁魚場 對 我說啊 這一日之際也在於晨 說到台南人的早餐 除了牛肉湯以外 另一個主角就是養殖跟產量 都高居第一名的獅母魚 上菜了啊 這個是 這是魚皮湯 這個傳說中的魚皮湯 對 肉燥飯 傳說中的肉燥飯 肉汁魚場 妳自己有沒有吃早餐 我自己還沒有吃 還沒有吃早餐 對 妳兩點就起來了耶 只要讓客人先吃飽 來 去去加完飯快點 我自己吃快點 好… 有這種事 她兩點起床 到現在沒有吃早餐耶 肉燥一碗外面 來… 有沒有客人來說 我怎麼稱祕尼啊 王小姐 我可以叫成王王嗎 可以啊 就有沒有客人說 妳吃飯了沒有啊 找妳一起吃飯有沒有 好像沒有吧 好像沒有 不好意思 我比較沒有流口 來 為什麼妳的比較黑亮 這兩種的話 因為我們有比較裡面的 還有比較上面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鹹一點的 OK 是不是 它就是有訣竅的 對 我不是很願意這樣子 那妳看 是不是 這比較油亮 這她自己喜歡吃的 這她給我的 這比較油亮 這比較香耶 這比較香嗎 妳就是撈哪裡了 這個是比較 丁底的 丁底的 對 我這個人可以說 老闆我要丁底的 可以嗎 可以 妳不覺得妳吃飯飯很好吃嗎 對 很好吃 對啊 很厲害耶 我好像在台南喔 我必須要講 我好像在台南 我很久吃到不好吃的巴塞 但妳比較聽說真的很好吃 台南跟巴塞 是不是都很厲害 對 台南跟巴塞 很厲害 妳是台南人嗎 對 我是台南的 妳是台南人嗎 對 妳很緊張對不對 對 我很緊張 她一直這樣 對 我是台南人 對 我很緊張 和北部不同 台南的肉燥飯 口感偏甜 結合了鹹香的滷汁 再澆上這個軟嫩的肉燥 將滿滿的油脂香氣 吃進嘴裡 就是愛這油香味 而接下來 除了出色的肉燥飯外 還有一項絕對不能錯過的 經典美食 這個魚皮湯 跟外面的魚皮湯有哪個不一樣 我們這個是 完全沒有果薑的 果薑 外面有果薑 對 外面都會抹一層魚漿 為什麼 因為他們吃起來 就比較沒有腥味 用魚漿蓋過魚的味道 對 這是直接現沙的 妳的魚皮湯有帶肉喔 對 為什麼 我們還有 我們下面那層必須要0.3公分 這樣的口感是最好的 妳看喔 它夾0.3公分有沒有 沒有腥味 有沒有今天早上的虱目魚 對 我們早上從七谷直送的 師父獻殺的 我覺得你問過一個台南的人 是 他跟我說台南的虱目魚 每十分鐘掉一次鮮味 是 有這麼誇張的手法嗎 有 真的喔 有嗎 有 美食不用調製鮮味 所以很多人說 北部的虱目魚就沒有南部的 那麼的好吵吃 是 有這種說法 有 對不對 這個是妳極力推薦的吧 對 這是什麼 肉汁魚腸 這邊的魚腸不是都是用煎的嗎 沒有 肉汁的是它是最新鮮的 就是因為有些客人 不敢吃煎的的話 那肉汁是那個老饕的最愛 來 妳拿 妳一直拿乾耶 對 虱目魚腸 對 很多時候 我們在外面吃東西 它會乾耶 我們在外面吃東西 最常聽到就是什麼 比如說是 鵝肝 吃起來很油 然後讓你的入口 化得很舒服 很油脂很夠 但是這樣子的虱目魚肝 是非常新鮮的 吃到嘴巴裡面 魚肝我想口感 我就不用特別解釋了 因為都差不多 但是它吃下去的時候 一咬下去的時候 大概隔了一、兩秒吧 它現在嘴巴裡面 都是那個魚肝的鵝肝味 難怪你看 我要夾魚腸吃 它第一個就夾鵝肝 店家每天凌晨 都會從七谷 配送新鮮的虱目魚 美味水準 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接下來 享用完豐盛的早餐 事不宜遲 繼續尋找台灣的經濟奇蹟 前往虱目魚的養殖重鎮囉 這裡是台南的七谷 這個我們剛剛在 吃早餐的時候 那個王王他說 他們的虱目魚 都是從這個七谷這邊過來的 那台南這邊的養殖業 應該可以說是這個 養殖的面積也好 或是它的人口是最多的 台灣居灌 我現在站這邊七谷 那個河堤有沒有 過去就是台灣海鮮 我們現在來這邊 先把虱目魚搞清楚 到底為什麼虱目魚在這邊 這麼厲害 在那邊 好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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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你把你叫了 不會 我們要做一隻 這隻就對了 這隻就對了 從這位 這位是準的嗎 對 這是廚法 廚法的嗎 對 一直廚 廚法會夠嗎 很快 對 我們看到這個都 都是方便 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往這邊出去 我們這裡面最多是什麼 就是蚵仔 蚵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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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上廚船的 你看到的都 都淡了 有 還有虱目魚 虱目魚這邊比較長 顏色有 就是跟雲蛤一起混羊 虱目魚跟雲蛤一起混羊 這算淡水還是海水 純海水 這海水 對 是不是有海水 有 是不是有淡水 沒有 它是廣岩性的 廣岩性就是淡水可以養 海水也可以養 是喔 對 這邊是養殖的那個海粒 厲害 這邊嗎 海粒不是都是澎湖那邊 養的比較多 對 台南這邊也開始很多人在養 對 因為這個很久就養了 然後就自己養這個供應店裡面的 先把那個 你給我 給我幫忙 給我幫忙 對 你們現在是 為什麼相往這個上面要 要放網子 因為 它會跳 對 它會跳出來喔 它這個是怕 它就是 平均大概這麼大一條 要跑 目前看到它 不知道海粒長什麼樣的 隱約看到海粒會有一隻沙魚 是餵什麼 餵小魚喔 這個是淡水烏溝魚 這樣就直接餵嗎 不會倒下去嗎 對 不必 弄那個這樣 這樣 這樣 那直接撒下去 是 走到好邊 這樣 這樣 你剛好拍到我那個嗎 幫我把它剪掉 怎麼反應也太大 好 腰餓很久了 我來試試看 它 都這樣喔 對 這邊 為什麼放那邊你知道 它比較噴你那邊 不會噴我這邊 它們很有力 這裡面有幾隻 這邊 這個一個香網 可以容納差不多2000台金 在台灣 養殖魚月分鹹水跟淡水兩種 以虱目魚無過魚 食斑魚為最大宗 另一種則是前海的養殖 以牡粒跟文革養殖居多 不過像海粒這種搶食起來 真的好像低的這種高成本 海上香網養殖 一般在台南就比較少 肚子餓了嗎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持續鎖定 在我們吃的數字會料理 齁齁 吃飯囉